你说你没有能力结婚 你结了婚 结了婚 你不好好过 不干家务活 不出去工作 你就是两个字废物 就这么一个男人 他居然可以在家里 耀武扬威的扇一个耳光 是谁给你在撑这个腰 还是你根本就没脑子 视频中的这位男生名叫小勇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 被图老师这般痛斥呢 事情的起因 还要从女友小婷这里说起 就是他们家表弟盖房子 从我这把工资卡拿了 三万多块钱嘛 我就跑过去跟他爸妈理论 要把这三万多块钱拿回来 他结果一耳光就打过来了 凭什么打我呀 我在你们家为弄为弊的 其实两人恋爱已经有两年多 刚开始那会儿感情一直都不错 但因为小婷父母的极力反对 两人至今也没能领证 为此小婷狠心和父母闹翻 不听劝告的小婷 主动住进了男友家 还按照当地的习俗罢了酒 本以为今后的生活会很美好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友全家竟把他当作免费保姆 不仅家务全包 就连工资卡也要被迫上交 为奴为弊的小婷 再也忍受不了这种不是人的生活 想要回自己的那份血汗钱 却被男友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此时的小婷终于看清了 这一家人的嘴脸 冷静过后果断提出了分手 并要求男友家 归还工资卡里的三万块钱 可男友小勇却恶人先告状 把这一切都以当地习俗为由 占着这三万块钱 死活不肯归还 无奈的小婷只能求助到节目组 希望老师们能帮助她 摆脱男友的纠缠 那么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结果又会是什么样 想要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大概在一起半年以后 商量订婚 商量订婚的时候 他们家说给八万块钱的彩礼 但是到真正订婚的那一天 就成了一万八千八 当时我爸妈就说 他们家这么小气 你以后会幸福吗 他说我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我现在真的是很后悔 没有听我爸妈的话 原来小婷的父母 当初并没有反对两人 还为此和亲家商议订婚之事 但男方不手戏用临时 将彩礼钱卡了一大半 这一举动可把小婷的父母记得够呛 与此同时也看出了 这一家人的嘴脸 所以为了女儿的幸福 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 这也把小婷逼上了绝路 无奈之下 小婷最终还是选择了男友 不顾父母反对住进了男友家 他本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 结果却是跳进了火坑 就是住在他们家慢慢的 就总是说 我这也不会做 那也不会做 然后所有的家务活 全部都安排给我来做 然后我做完之后 还在外面 跟他们家所有的邻居 亲戚都说我不懂事 自从到了男友家 小婷就成了免费保姆 不但所有家务全包 还要被未来婆婆刁难 即便是做了所有事情 也得不到一句好话 为此小婷只能求助男友帮忙 希望从男友那里 能得到一些安慰 可让她万万没想到 男友和她的母亲 才是一条心 不但不去安慰小婷 还理直气壮地 拿老家的习俗说是 在他们那里 女人做家务就是理所应当 其实那里的习俗 不仅仅是女人做家务 这么简单 就连工资卡 也要上交到男人手里 当然小婷也不例外 可让人气愤的是 即便是自己的血汗钱 也不能由自己做主 必须由男人说的算 那时候小婷 在一家公司上班 考虑到路程遥远便享用 那一万八千八百块的彩礼钱 买一辆二手车作为代步 可小勇的父母 死活都不肯给这个钱 还以各种理由推脱狡辩 但换作是自家表弟 态度就立马转变 直接拿出十万借了出去 问题是 这里面有小婷的三万多块钱 然而这些钱 都是小婷的血汗钱 就这么一生不响的 借给了别人 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他们家表弟盖房子 他爸妈一下就拿出了十万出来了 还把我交给他们家的 那个工资卡 卡里面的钱 三万多块钱 全部都取出来 一并给了他 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也没有问过我 愿不愿意把这个钱借给他 就直接拿过去了 就是这么不公平的待遇 此时的小勇 却觉得这是理所应当 按照他来说 这就是老家的一种习俗 女人的钱 就要由男人来管 所以小婷的工资卡 也要如实上缴 需要用的时候说句话 同不同意呢 就看男人的态度了 这种奇葩的习俗 简直让人难以理解 都什么年代了 还能这么大男子主义 就连台下的图老师 都不相信 还有这种地方 是你们那个习俗吗 对啊 你骗谁呢 对啊 我在那边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们家离他们家也不远 我们家怎么就不是这个习俗 哪里来的什么习俗 这只不过是利用 别人的一种借口而已 自从上交了工资卡 小婷从此就没有了 用钱的权利 就连买个护肤品 都要被男友训斥一顿 话说小婷到了他们家后 除了干家务就是上班 根本没有时间去保养自己 俨然成了一位黄脸婆 可就当小婷要买个 200块的护肤品时 却遭到男友的责骂 并且还骂得那么难听 你这皮肤要用200多块钱的吗 超市里面10块钱就可以了 本来就是啊 我妈妈他们也就用10多块钱的 200多块钱的 那不是浪费吗 没有工资卡的小婷 对于这样的事情 也只能忍气吞声 可这种忍耐并没有换来同情 而是变本加厉的伤害 还有一次和同事逛街 小婷用自己省下来的零花钱 买了点小蛋糕 仅仅只有十几块钱 心想着自己吃点 剩下的拿回去孝敬公婆 但就是因为这一善举 却惹来了婆婆的不满 仅仅十几块的东西 就被婆婆责骂一番 不仅如此 对面的男友也和母亲 一个鼻孔出击 自从发生这件事 小婷便没有了自由生活 婆婆强迫的每天要按时上下班 不可以出去逛街 险于时间只能干些家务 按时给他们做饭 等一些不公平的要求 也正是因此 小婷无论从经济上 还是人身自由 都被男友一家人所控制 当然 这种地狱般的生活 怎么可能忍受得了 无奈之下 小婷只能去找男友父母讲道理 希望把工资卡里的三万块钱 还给自己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一举动把男友给惹怒了 竟狠狠地扇了女友一巴掌 就是他们家表弟盖房子 从我这把工资卡拿了 三万多块钱嘛 我就跑过去跟他爸妈理论 要把这三万多块钱拿回来 他结果一耳光就打过来了 凭什么打我呀 我在你们家为奴为币的 自从小婷到了他们家后 就为奴为币 不仅要包揽所有家务 就连工资也要上交 如今小婷想要拿回 属于自己的东西 却被男友扇了一巴掌 这种憋气窝火的事情 让小婷彻底看清了 这一家人的嘴脸 果断向男友提出了分手 但这三万块钱的是 小勇一家人死活不肯还给他 甚至还认为 对小婷动手是理所应当 那个事情 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 再说呢 你跟我妈是什么态度了 其实小婷之前 对婆婆那是毕恭毕敬 但之后 婆婆的所作所为 让她感受到了绝望 除了做一个免费的保姆 再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根本没把她当自家人看待 甚至连小婷生病的时候 都不管不顾 还得让她挺着病痛 去给一家人做饭 而作为男友的小勇 不但不心疼女友 反而帮着母亲说话 根本不在乎女友的死活 结果这一举动惹怒了所有人 我生病了 在床上躺着 你妈妈一拔就把我的被子掀了 把我叫起来 一定要我做了饭 再去睡 那个只是个误会 再说了 我妈妈他们 就有点什么小瘤小病的 他们也没有什么 还是跟正常一样的 再说了 我拉掉 我拉掉 干嘛不干呢 图蕾的一句话 对得小勇哑口无言 与此同时 也引来台下一片掌声 这种情况 能说明什么显而易见 其实 小勇从小到大 一直在母亲的袒护下成长 现如今已经成了妈宝男 每次女友叫他做家务 都被其母亲拒绝 说是儿子是个宝贝 不能干这种活 结果 28岁的小勇 现在连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没有 一直靠父母和女友的工资养着 但即便是这样 母子俩依然是一条战线 把所有问题都指向小婷 就怕委屈了自己的宝贝儿子 所以现在来看 这个男人根本不爱 也不在乎女友 只不过是把女友 当成他们家的一个免费保姆和赚钱的工具 仅此而已 这种无耻的行为 首先被主持人训斥一顿 在乎他吗 在乎 真在乎他 为什么他做家务 你不做呢 因为本来家里的习俗 他是这样子的吗 什么家里的习俗 你们家还有什么习俗 我有 他以前他就有那种 乱花钱的习惯吗 乱花钱 可是他的钱不都交给你们家了吗 他花什么呀 所以说我今天 所以说什么呀 所以说什么都没有闭嘴管用 就别再用那些所谓的习俗 来蒙骗这些火眼睛睛的老师们 现在主要问题是 人家小婷要分手 并且要拿回 属于自己的那三万块钱 那么对于这件事 小勇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呢 为了把女友的三万块钱 占为己有 小勇一直找各种借口 甚至还想拿半酒这件事当理由 当然 主持人也不是吃素的 既然他口口声声拿习俗说是 那么也只能顺水推舟 当场给这个厚颜无耻的男人 来了一个将计就计 结果那是相当捷技 当地习俗能离婚吗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当地习俗离婚的时候分财产吗 分 分吗 怎么分 怎么分吗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是吧 来把你挣的钱和他挣的钱 加在一起 分给人家 该分多少钱 七八万吧 七八万加他的三万多 那就分人五万块钱吧 行吧 好 不得不说主持人这招确实高 不但把小婷的三万块钱要了回来 另外还多出了两万 一听到这个结果 全场所有人都为此拍手叫好 不难看出 小勇以及他家人的所作所为 已经引起共分 但此时此刻 图老师却有个问题不明白 就这样的男人小婷 是怎么看上他的 怎么就能为了这样的男人 重判亲离呢 我就不明白 一个没有工作 在家里也不干家务 没有生活能力的人 他怎么可以结婚 还怎么可以找你 你怎么看上他的 你说你没有能力结婚 你结了婚 结了婚 你不好好过 不干家务活 不出去工作 你就是两个字废物 就这么一个男人 他居然可以在家里 耀武扬威的 扇一个耳光 你说即便是家里能挣钱 有本事的男人 在家里也不会这样 是谁给你在撑这个腰 还是你根本就没脑子 对于此事图老师相当气愤 明里暗里的羞辱 这个无耻之徒 可谓是拒拒扎心 一针见血 而对于女生来说 这种男人肯定不值得家 赶紧拿着属于自己的 那三万块钱回家 向父母道歉 因为只有父母 才是最心疼你的人 所以结果可想而知 小婷最终放弃了这段感情 终于从火坑里爬了出来 虽然有些遍体鳞伤 但这也是给自己上了一课 就把他当成是一次教训吧 而至于男生 老师们对他也没什么可说的 除了愤怒 没有其他 所以只能希望男生 小勇好自为之吧 那么事已至此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件事 大家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